今天CM是全新更新的 包括8個型號 有W系列一個圈鐵系列 A系列是一個入門的圈鐵 另外M系列是純動鐵單元 大家稍後可以用不同的耳機去聽 究竟AW牌子的聲底是怎樣的 我身邊的Lawrence 其實他之前已經做了W-98 他可以說一些W-98 去做一個本手 這隻機你覺得怎樣 先說說我平時需要 我自己是打鼓的 平時會做Live Show 這也是專門在錄鼓的Studio 會做很多網上錄鼓 或者做電影配樂 或者是樂曲的錄音 都是我自己本身做的 所以面對到音樂上有不同的情況 我自己做Live 試過W-500 另外我自己現在做這些 譬如大家來臨到這裡的話 W-98是給我錄音的 我覺得W-98的特點就是 它的低音是用了這個動圈的設計 比我平時以前用的耳機 有一點不同 譬如說打鼓很有趣 譬如你看到鼓 譬如說正常 你聽到鼓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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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譬如說正常人未必要知道 分別是怎樣 但我自己做為一個鼓手 做為一個專業的鼓手 我就會知道 其實鼓你聽到動態的話 其實Punch也挺重要 以及去到低音也挺重要 譬如鼓我們看到一個Range 譬如鼓我們有低音 低音譬如我們有Bass drum 或者大鼓低音大鼓 其實去到低音也挺厲害的 譬如我們錄音的情況下 你見到我這裡有一個叫Subwoofer 可以收到一些很濕低音的東西 是差不多去到5-60Hz以下的東西 所以平時如果我在錄音做評論的話 我對耳機的需求 低音可以去到低音的反應 其實是十分之重要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我對耳機 是反映不到現實的六鼓的情況 其實我就要回去聽 所以其實如果有一對耳機 可以令我聽得到Full Range 以及Full Range很清楚的話 其實在錄音中是十分之重要的 所以剛剛Lawrence說的W900 其實就是今天其中一種重點 是混合式單元 它用了一個9mm的動圈單元 再加8個動鐵單元 那8個動鐵單元 有4個是超高音 2個是高音 2個是中音 所以大家待會有機會聽到W900 即是W900的時候 就會發現原來他用來聽 剛剛Lawrence說的鼓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他用了一些不同的單元 去發出不同的聲音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好好照顧到不同的頻率 Lawrence 我知道你今天 準備了一些展示給大家聽 是 剛才除了我講解釋之外 我都會給大家感受一下 只是打鼓 真的那個鼓聲會怎樣 好 大家聽聽 11 中12 錯吧 感覺上好像有一個距離 11 中12 12裡 12 Nacional 12 中12 12 中12 12 中12 大家才能聽到 其實好像真的有一個距離 這麼有 12 中12 中13 12 中1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